兄弟如手足,女人如衣服,谁动我衣服,我砍谁手足,曾经网络上流传的戏言,没有想到有一天竟然会出现在我的现实生活中,我看着眼前两个抱着一起的人,目光冷立,是砍手还是私衣,我跟我老婆是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的, 最近两年,家里人催婚都催出花样,年纪一大,半点不由人,当初两个人看对眼之后,大概三个月左右,我们就闪婚领证,小李怎么快就回来上班啊,小超看到我的时候,有些诧异喊道,对啊,公司就给了一个星期, 我笑着回道,我跟我老婆之所以能够认识,都是小超的功劳,当初听说我被家里催得急,作为老乡又是同事的小超,热心地帮我攒了一个局,也才有了我现在的老婆,哈哈,好,下班找你喝酒。 没问题,我随口回了一句,以前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,这个倒是没有什么问题,上班的时候,我还时不时地跟小林聊天,新婚燕儿,两个人的聊天要多露骨,有多露骨,甚至于在聊天的时候,我们都已经决定好今晚用什么姿势,老婆,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做什么避孕措施的。 我看着聊天界面,将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,我的生活压力并不大,甚至可以说很轻松,半年前得了一笔意外之财,足足有三百多万,别说剩一个,就算是生两个,我也负担得起,不了,我们现在两个还年轻,等过两年好不好吗? 看到小林的回复,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,我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结婚,其中家里催婚的因素要占据大多数,结婚之后,家里也开始在催促着生小孩,但小林这样的回复,确实让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,我三十多岁。 小林今年才二十四,再过两年,也才二十六,这对于她来说,确实也年轻,我没有在这个话题多纠缠,只是告诉小林,今天晚上小超过家里喝酒,小林则是表示,她会提前回家,买多点下酒菜。 我不由地感叹,娶对一个老婆是真的比什么都重要,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所谓的老婆不给老公喝酒或者抽烟,一听到打火机的声音,一个拖鞋就会飞过来,一说到喝酒,一个巴掌就会扇过来,但这些在小林这里并没有发生,她只是让我少抽烟,并没有禁止至于喝酒。 她更是我细心地照顾我。 毕竟我这工作,有些时候确实需要应酬,要做到滴酒不沾,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 晚上,我跟小超两人在家里鸣鼎大醉,模糊中,我看到小林费劲地将小超搬进了客房,过没一会儿,又将我扶进了主卧里面,将我身上衣服脱掉之后,小林还在我身上努力了一会儿, 得其如此,浮复何求啊,迷迷糊糊之间,我进入了睡眠之中,傍晚,起床的时候,我习惯性地转身,伸手时才发现,小林竟然没有在身边,恍惚之间,我睁开眼睛,看了看周围,小林确实没有在身边。 这么晚了,他跑哪里去了?我揉了揉有些发疼的额头,起床朝着厕所走去,刚刚走出厅外,就听到厕所那边有水声,小林。 我拍了拍厕所门喊了一声,嗯,等一下。 小林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,开门时,小林身上穿着围巾,头发还有些湿漉漉的,他的眼中闪过一抹惊慌,但很快就平复下来, 脸上不知道怎么会羞红一片,大晚上的,洗什么澡,我脑袋闪过一丝疑惑,但很快就被炽热的欲望所代替,我一把搂过他,迫不及待地在他的红唇上索取,哎呀,你等一下,大晚上的做啥子呢? 小林娇称道,哦,我起来上厕所,我嘿嘿一笑,等下看我怎么收拾你。 膀胱胀的难受,我连忙走进去解决内疾,奇怪的是,为什么浴缸那边的帘子拉起来了? 解决内疾,我有些好奇的伸手,想要去扯开帘子时,小林已经缠了上来,老公,你不是要收拾人家吗?来吗? 我顺手搂着小林,坏笑地走出浴室,如果是平时,估计这会儿,我就在这里跟小林直接展开男女之间的切磋了,但现在,家里有客人,而且,我身体依然有些无力,确实不好在浴室这里做什么事情。 回到房间,我有心想要做些什么,但最终却扛不住沉重的眼皮,只能过了过手瘾,最终沉沉睡了过去。 闭着眼睛,我似乎感受到小林从床上趴了起来,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,床正在晃动,时不时的还有小林那压抑不住的声音,我内心苦笑了一声,以后还是少喝点酒好,怠慢了娇妻。 还让娇妻自己动手解馋,真是不应该,新婚那天,我就知道小林不是第一次,不过我并不在意,现在这个社会,想要找处,除非是去幼儿园或者小学。 小林现在正处于需求旺盛的年纪,有这种行为,我十分理解,但不知道为什么,我总感觉好像有其他不一样的声音在房间里面徘徊,隔天起来。 我走出房间的时候,看到的是小林贤良舒德坐在桌子旁边,等我一块吃早餐的画面,小超已经离开,据说今天早上很早就起来,说是有一个客户要谈,对此我并没有什么意外。 我以前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,至于什么休假之类的事情,根本就是无稽之谈,钱难赚,为了钱,别说不休假,就算加班又如何,上班的时候。 小林还交代我,在外面要少喝酒,一喝酒就死命折腾她,昨天晚上也没做安全措施,如果不是要上班,我肯定会跟小林在大战三百回合, 只是我心里有些奇怪,昨天晚上我好像没出货吧,接下来的日子,小超经常外跑见客户,大概都是中午出去,下午回来,对此我见怪不怪,不知道是不是我多疑。 我总感觉小林的行为举止有些奇怪,她好像有什么事情瞒着我,大概一个星期左右,我的大学是有儿子,让我给她搞两笔业绩,她是做监控设备的,只需要两笔能够达标。 到时候请我吃大餐,连义父她都喊出来了,我也没有理由拒绝不是,我们大学是四个人的寝室,就算毕业这么多年,我们依然在联系。 这三个家伙也为了我的婚事操碎了心,用他们的话来说,他们小孩都会打酱油了,我特么的还是单身狗,我结婚的时候,最开心的莫过于这三个逆子,行行行,装,装,不过我也用不到两套设备啊。 我无语道,用一套,那倒是没关系,到时候装个在客厅,有小孩的时候,也可以远程照顾一下,但两套,我是真不知道用来做什么。 小刚神神秘秘坏笑道,笨啊,你还记得以前我们在寝室里面看的那些小电影播? 卧槽,你别告诉我,你是为了看这个,才去做监控的呀。 我震惊了,这小子,可以啊,不得不说,我心动了,男人都有这种找刺激的心思,不管年纪多大,都是如此,你走开,我哪里有那么无耻,这不是为了让你两套都有用武之地吗? 小刚哈哈大笑道,最终,我选择隐蔽的安装两套,而且还是在小玲不在家的时候,偷偷安装的,用小刚的话来说,这样才能更真实。 对此,我倒是无所谓。 我自己的老婆,真不真实,难道我会不知道,只是一想到小玲有些反常的行为,再加上那天晚上醉酒之后的一些动静,我不由得更加确定要安装隐秘的监控。 但我绝对没有想到,就是因为我的心血来潮,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事情,趁着小玲不在家,我喊来小刚安装监控,两套隐秘的监控,很容易就安装好。 期间,小刚一直欲言又止,特么的,你个逆子,怎么今天这么反常? 我无语看着小刚说道,我今天看到嫂子了,小刚没有如同往常一样玩闹,而是脸色严肃地看着我道,我本能地感觉情况不对劲,但还是嘴硬道,看到就看到了,他也是要上班的。 嗯,等一下你别冲动。 听到这句话,我整个人都有些不好了,难道说小刚发现了什么,一或者是我之前的感觉并不是我疑神疑鬼,小刚拿出手机发了几张照片给我,照片上,一个男人正搂着一个女人的腰肢走进酒店,但只有背影,没有正面照,我一眼就看出来那个女人是小玲, 不管是身上的衣服还是背影,我都无比肯定,其中有两张侧脸照更是印证了我的想法。 这是小玲无误,小玲竟然跟别的男人去开房,今天那边有个客户,我过去的时候正好看到嫂子从车上下来,而且还跟着其他男人,所以我就随手拍了几张。 在小刚的解释下,我才知道这些照片的来历,后面的呢? 我努力地平息着心头的愤怒,两人这么亲密地举动,要说没事,谁特么的都不会相信,后面我的不清楚。 气氛瞬间变得有些沉默,我内心有些悲哀,我不在意小玲是否是处,也不在意她的过往,我在意的是她在嫁给我之后的一切。 她现在已经是我的妻子,怎么还能够如此不知羞耻地跟一个异性这么亲密,而且这还是在酒店门口,哦不,这里面有好几张事已经走进酒店里面,接下来的事情我都不用去猜,就已经想到了一个大概,小李,你别冲动,或许这是一个误会。 小刚还在旁边劝说我,我轻轻摇头,或许吧,对了,监控要怎么查看? 仅凭几张照片,确实无法证实什么,也有可能是真的误会,小刚掏出手机,给我演示了一遍,其实操作很简单,只需要几个按钮而已。 就可以查看,原本我只是在客厅跟厨房安装了监控,但在这之后,我连房间跟浴室都安装上了,晚上,小林回来的时候,显得整个人都有些疲惫,看到我时,小林的神色闪过一丝错愕,不知道是不是错觉,似乎还有一丝惊慌。 老公,你今天回来这么早?嗯,今天见了一个客户,然后我就直接回家了。 我笑着点头,装作一副迫不及待的模样,将小林搂入怀里,哎呀,老公,你等一下了,人家现在浑身都是汗。 小林挣扎着,双手撑在我的胸膛,拒绝着。 又不是没这样过,我不由分说地将小林抱进房间,一想到今天看到的照片,我就愈发地活动,我现在急切地想要在小林的身上证明一点,他到底有没有出去找男人,最终的结果是一无所获,我敢肯定,小林回来的时候,已经收拾掉了一切收尾。 在他身上,我找不到任何一丝出轨的痕迹,难道说是我太多疑了? 我的心情很复杂,一方面,我希望是我自己疑身疑鬼,一方面,我又担心是小林做得太过缜密,以至于我无法发现,接下来的几天,我都在查看监控。 但小林的举止十分正常,根本就没有任何异样,我愈发地肯定是我自己太过多疑,但一想到小刚给我的照片,我就不由地感到一阵阵心慌。 难道说,他跟人出去外面乱搞了?那这样的话,在家里装监控,似乎没有什么作用。 没过两天,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,既然家里没有发现异常,那么我就跟着出去看看。 我没有将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,家愁不可外扬,这件事情只能我自己解决。 小李,我出去了哈,你今天早点下班啊。 中午小超看着我,一脸笑容地朝着我招手。 这一段时间,小超天天外出谈合作,看把他兴奋的,可问题是,这家伙外出这么多次,偏偏一个合作都没有谈下来,也不知道他在兴奋什么,外出合作。 对啊,我可以申请外出,我眼睛一亮,想到了一个好办法,那几张照片就如同一根软骨鱼刺,卡在我喉咙里面,不上不下,十分难受。 如果不搞清楚这件事情,我估计接下来我的心理队会出问题。 当下,我跟公司那边申请出差,反正我的另外一个大学室友,刚好在另外一个城市,也跟我们公司有一些业务来往。 这种借口,用起来得心应手。 当天晚上,我跟小林说了这件事情,原本我还认为是我自己疑心病太重,但小林的反应,让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我不知道的事情,老公,你出差要多久呀? 大概需要一个星期左右,要不老婆,你跟我一起过去。 我试探性问道,不了,到处跑那么累,我在家里等你回来就好了。 小林趴在我的胸口上画着圈圈,我笑着点头,行,那再来一次。 一大早,小林帮我收拾好行李,看她那模样,比她自己出差都还要上心,我心中十分复杂。 老公,都收拾好了,你看看还缺什么布。 小林笑叶如花,我相信老婆。 我抱着她亲了一口,如果证明这是我胡思乱想,我一定要用下半辈子来全心全意呵护她。 如果真的如我心中所想,那这样的女人就太恐怖了,我必须远离。 八点,我走出小区,打了一辆车,通过后视镜,我看着小林似乎十分兴奋。 在半路的时候,我下了车,通知了小刚那边,将行李交给小刚。 同时接过小刚的车钥匙,小李,你确定真要这么做? 小刚看着我,眼中满是担忧。 大学同窗四年,毕业之后,又在同一个城市工作这么多年,彼此之间是什么性格,什么形式风格,我们都一清二楚。 我这么做,已经表明了自己的决心。 嗯,放心,我知道分寸。 我狠狠点头,好,如果有什么不对劲,不要冲动,记得通知我。 小刚拉着我的行李箱走的时候,还特意交代了我一句,我特意地换了一身衣服,同时还贴了假胡子,更是戴了一定假发,还戴了一定鸭舌帽,经过一番乔装打扮,就算是熟人在我面前也认不出我来。 上车后,我打开了手机的监控软件,只见小玲正在房间里面兴奋地换着衣服。 当我看清楚她身上的衣服时,我忍不住脸色黑了下来。 她穿的,赫然是我够的那些性感的连衣裙跟睡衣,也可以称之为情趣衣物。 这是我们之前可以买过来增加刺激用的。 她一个女人在家里穿的那么性感做什么? 我心里头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,我开车到小区附近,找了靠近小区门口的位置停车,我并没有下车,而是在车里面待着,让我感到讶异的是,在这期间,我竟然看到一辆熟悉的车子。 那车牌号,我太熟悉了。 我的内心生起一股不妙的预感,随之而来的是那几张照片,我越想,越觉得照片上的背影对应上了脑海中那个人影的模样。 我坐在车子里面,避免被人看到,同时戴上蓝牙耳机,我倒是要看看小林打扮得这么性感,到底想要做什么。 与此同时,我也想知道,小超来我们小区,又是准备做什么。 没过多久,我听到门铃响起,小林欢喜地跑出去开门,他竟然没有掩饰一下,就穿着那一套半透明的连衣裙跑出去开门。 可恶,看到这里,我已经知道,这段日子已来。 并不是我疑心病重,也不是我胡思乱想,我美丽的老婆,她真的不属于我一个人,可是,我们结婚才多久啊,一个半月而已啊,用不用这么心急? 如果我不上班的话,我们现在还处于蜜月期啊,她就这么迫不及待,我倒是要看看这个人到底是谁。 最重要的一点,为什么小林的演技能这么好,这么长时间,竟然没有在我面前露出马脚,说真的,如果不是小刚的那几张照片,我估计这会儿对不会去怀疑小林的不忠。 很快,我看到一个男人抱着小林走进房间。 他们肆无忌惮地在我家的沙发上亲热,看到那个男人的身影,我脑袋瞬间嗡嗡作响,这是我的老乡,这是我跟小林的介绍人,这是我掏心掏肺,觉得能够成为生死之间的小超。 小超,小林这件事情,如果不是我觉得太丢人,而且有小刚在旁边帮助我,那么我第一个找的肯定是小超。 但我怎么对没有想到小林出轨的那个人,竟然是小超,看着小超大刀阔斧地坐在沙发上,看着小林温顺地跪在地上,那一刻,我只感觉天旋地转,他们两人,这是把我当作什么了。 凯子,而且还是一个长期的凯子,我目自欲裂地盯着手机上的画面,看着他们将近半个钟头的激情戏,兄弟如手足,女人如衣服,现在,我是砍手还是私衣,我深深地呼吸了好几口气,才将心中的愤怒压制了下来,现在上去,人赃病祸,绝对可以给对方致命一击,但这不是我想要的。 小超将小林介绍给我,暗地里竟然还跟小林游染,这让我无法接受,我要让他身败名裂,我要让这两人无言在这座城市待下去,一番云过后,两人相拥坐在沙发上。 小林竟然没有从小超的身上下来,他们两人没有做任何保护措施,我他马德就是一个傻子啊,片刻后,我听到两人的交谈从耳机中传出,交代你的事情做得怎么样了。 小超心满意足地抽着烟,大手还在小林身上游动,放心好了,房子已经加上我的名字了,只是你说他有好几百万,可现在还没有交到我的手上,这是属于婚前财产。 小林的声音也在这个时候响起,我瞬间反应过来,怪不得出去旅游的那一个星期,小林对我有求必应。 不管是什么姿势什么环境,都会顺着我来,回来之后,他也是如此,最终的目的,不过是为了在房本上加上他的名字,我觉得一个女人能够死心塌地跟着我做这么多羞耻的事情, 那么加上也无所谓了,可是现在看来,我还是太天真了啊,他对我的好,原来全部都是有目的的,架把劲,我知道他不只有三百万,他们家已经拆迁了,拆迁款估计也能够分不少。 听到小超这么说,我终于明白他们两人要做什么了,不仅仅是为了我的房,也不仅仅是为了我中奖的那三百多万。 还有我们家的拆迁款,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小超竟然这么阴毒,竟然想要我的全部财产啊。 嗯嗯,我知道,对了,你给我的药没有了,你今天有没有带? 哼,骚蹄子,我当然有带,今天我可是准备在这里过夜的,没有带的话,怎么应付得了你? 小超从口袋里面掏出一包药,那是一种白色粉末,他满足不了你吗?需要用这些药粉? 讨厌,你以为我那么想啊,但不用这些,怎么让他对我痴迷不忘? 小林拍了拍小超的胸膛,我已经彻底明白过来了,我还以为是我单身太久,所以欲望十分大,但现在看来,一切都在他们的预谋之中。 从结婚开始,我的欲望就从来没有减少过,甚至于有些时候,一天不来两次我都忍不住,现在看来,原来是小林给我下的药,我闭上眼睛,有这个视频,我可以直接将他们两人打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 所以,我捂着胸口,艰难地喘息了好几声,最后才掏出电话,拨通了小刚的号码,小李,咋了? 小刚,我知道谁给我戴帽子了,找个地方,我要休息一下。 好,来我家,我老婆跟孩子去娘家了,我没有继续待在小区门口,也没有继续去看监控, 我怕我忍不住直接冲进去,将这两人砍死,世间最为恶毒的言语,都无法形容小林跟小超的阴毒,也就是说,那个贱女人不仅给你戴帽子,还想要谋夺你的财产。 小刚在了解事情的始末之后,不可思议地看着我,嗯,我痛苦地点头,这种事情发生在荧幕上,都会让人大喊夸张, 但现在却活生生地发生在我的生活里,马德,这种人不能留。 小刚恶狠狠道,你不要冲动,我跟律师朋友了解过,你如果贸然提出离婚的话,名下的财产会被分至少三分之一。 我有证据证明,他对婚姻不忠,这个证据法院会不会采用,还很难受,只能说,你这段视频放出去,只能在道德层面上谴责他们。 这是我家里的视频,我愤怒道,我这完全是合法合规。 我知道我知道,但这不足以定死他们,你不是想要将两人一块送进去吗? 那你再等等。 小刚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道,我最终采取了小刚的意见,因为我,确实想要将两个人都送进去,仅仅只是这段视频,离婚没有问题,但想要送他们进去。 还需要更加合法合规的证据,我在小刚家待了三天,也在他家看了小玲跟小超两个人,如同鸳鸯夫妻生活了三天。 在第四天的时候,我打电话给小玲,告诉他我提前回来了,我看着手机里面,小超急急忙忙穿好衣服,要从我家里离开时,还翻过来将小玲压在沙发上进行了一次,不知道为什么。 我心里毫无波澜,我冷冷地看着这一幕,兄弟如手足,女人如衣服,那我现在是砍手,还是私衣?不,小孩子才做选择,我全部都要,我要他们都得到应有的惩罚,回到家的时候。 小玲已经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,老公,你回来了。 看到我走进家门,小玲娇笑地扑进我的怀里,嗯,回来了,这些天可想死我了。 我顺手抱着小玲,从我知道她背叛我的那一刻开始,从我知道她的目的开始,我已经不再将小玲当作我的妻子, 现在,我只想在她身上发泄我的欲望,所以,我没有任何掩饰,没有任何犹豫抱着她走进房间。 这三天,我看着他们玩了那么多花样,那么接下来,我也会将同样的花样用在小玲的身上。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,风平浪静。 如果不是我早已经在监控里面目睹了一切,如果不是还有视频为证,我甚至都要误以为,前几天的事情,特么的只是我的意想,只能说,小玲太慧眼了。 一个星期后,在小超说要外出谈业务时,我也悄悄地跟了上去,但我亲眼目睹,小超跟小玲走进那家酒店时,我拨通了小刚的电话,接下来,好办了。 我那律师朋友给我们的建议是,报警,举报有人在嫖。 随着小刚解释,我才明白,什么叫做专业的事情,叫给专业的人,如果我们冲进去抓奸的话,那么也只能够证明小玲出轨,只能够在道德层面上给予小玲谴责,但报警的话,那可就不仅仅是这个了。 而且到时候还可以跟警局那边提取视频,作为证据,这是法院百分百会采纳的证据,很快,我们拨通了报警电话。 不久后,我们两人随着警察进入小超他们两人所开的房间内,他们两个人看到我的时候,原本还在嚷嚷着他们是男女朋友的小超,瞬间哑口无言。 在这之后,我将他们两人告上了法院,同时将他们两个人想要谋夺我家产的事情也一并提交。 这是有预谋的阴谋,不管我的房产证上面是否有小玲的名字,他都分不了我一分钱,小超因此被公司直接辞退,甚至在这个行业,他也待不下去了。 两个人都被我送进去吃大锅饭,我不得不庆幸一件事情,我没有冲动,因为家里的视频不是安装在明面上的监控,如果这么拿出来,会被是做偷拍,是无效证据。 但从警局调取出来的执法视频,再加上我提供的视频,则是证实了他们是有预谋谋害,这也让小玲被判三年六个月属于鼎歌判法,小超一年三个月也是鼎歌处罚。 吃大锅饭采缝刃机是一回事,以后他们出来之后,还会连累自己的子女,甚至于对他们自己的虔诚也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伤害,这才是我在确定小玲背叛我之后,忍辱吞声将近半个月的目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